生完立刻要瘦成木乃伊,这点失调害大S好难受。 算是高龄产妇的大S,好不容易度过第二胎生产危机,为了尽早恢复身体健康,她不敢再像第一胎一样疯狂减肥。 没想到却被媒体拍到颤后看似臃肿的照片,开始被大S抱到她的身材走样,连代言的手伸食品也受到影响,引发退货潮。 接连而来的负评让大S气到在微博发文痛悄,女明星有多恶美人能体会,女明星跟正常人一样会老去,在巨大压力下,女明星还得生完孩子立刻受成木乃伊。 虽然职业是自己选的,但有些没人性的媒体还是严重侮辱了女性。老娘要享受人生,女性们也别钻扭脚尖。 反正谁攻击我,我就诅咒她。之后更索性几个月都不愿再公开露面。